周杨青 周杨青自2020年 与罗志祥分手后转战电视圈 并活跃于多岛综节目感情生活一直备受关注 近日他在直播中谈言未来不会再与艺人交往 并解释了其中原因 周杨青表示 许多艺人因为工作关系无法公开恋情 这与他的价值观不符 他表示如果自己有稳定的爱情 会想让全世界知道 之前无法接受恋爱需要隐瞒 并表示如果未来有人告诉他 因工作不能公开 自己一定会跟对方分手 这段言论在网络上疯传引发往我们的热烈讨论 除了支持他选择之外 也纷纷心疼他的遭遇 如今周杨青与罗志祥分手已经将近4年 但今年8月传出 他身边有一位高帅男士疑似展开心恋情 粉丝们都很希望他能早日找到幸福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